这道酒黄炒鸡蛋呢 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我们在饭店也经常点的一道菜 首先想用这种新鲜的 内敛的酒黄 把它洗干净 把它沥干水 鸡蛋最好是土鸡蛋 酒黄 这样切成段 酒黄头 它炒的时候 不容易熟 我们分开放 这样把头放在一边 再把这个酒黄的叶子 也把它切成段 这个叶子容易熟一些 我们分开放 炒的时候才好炒 一般一份 我们把四个鸡蛋就够了 鸡蛋炒好了 之后呢 我们要放点盐 放点盐在里面 这个盐不要放太多 放一克左右的盐 我们给它煮一些底味 放点白醋 这个白醋不要太多 就五克左右 放点白醋的目的 主要是去腥 去除那个鸡蛋的腥味 不要放太多 太多就会酸 把它搅均匀 把鸡蛋这样炒均匀 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 油温我们烧到五层油温左右 五层油温 开始在冒小的清烟的时候 烧的就五层油温 我们把调好的鸡蛋先倒下去 这个鸡蛋倒下去呢 我们先不要使劲的去搅它 我们用炒勺或者锅炒 这样轻轻的去推 这样先让鸡蛋的定型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呢 它才成型 大片大片的 如果你使劲去搅它 它就会很碎 炒出来的鸡蛋不成型 不好看啊 先把它这样炒定型 我们在少量的加一点点油 锅边淋下去 这样还是用锅船去推它 这样看这个鸡蛋已经定型了 看到没有 定型了 我们翻个面 把两面呢 就给它炒定型 稍微有点点香啊 这样鸡蛋有点点老 不是很老的状态啊 如果吃的很嫩的话 就不要炒这么老 差不多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把鸡蛋倒起来 不用洗锅 锅内再加少量的一点油 接着啊 把我们的酒黄 酒黄的头先放下去啊 把它炒一下 因为酒黄头没那么容易熟 先把酒黄头 这样稍微微炒一下 炒一下之后呢 我们再把那个酒黄的叶子放下去 这个酒黄呢 不能炒太久了 炒太久了 它会出水 吃起来口感也没那么好 稍微炒一下 就把酒黄的叶子放下去 酒黄叶子放下去了 我们开始调味哈 调味加入两克的盐 我们放两克左右的盐就可以了 这个盐不能放太多 因为我们还要放一些酱油 它就更鲜 更香啊 我们盐放下去 把它翻炒均匀 不能炒久了 盐下去了 它更容易出水 这样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炒到八成熟 就把我们的鸡蛋放下去 鸡蛋放下去 把它翻炒均匀 这样把它翻炒均匀 不要炒久了 我们再来加入 10克的味道鲜鲜 酱油 顺着锅片放下去 把它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千万不能炒久了 炒久了 它会出水 而且酒黄吃起来口感没那么好 我们这个酒黄炒蛋 就会出锅了 非常好吃的一道家常菜 营养又美味 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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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